对三 对十 对勾 对尖 一个二 我走了 给钱 快给钱 你出千了吧你 怎么把把都是你 那怎么别人就是出千啊 我说你们仨真的是没事干嘛 是吧 你们在这儿还是真的在这儿干嘛 你说我这个病人 病房区要安静 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在这儿乌啦哇啦的 这这这对我的病程好吗 那我们也没什么事干啊 对呀 我们也不愿意呀 可是没案子破呀 你这一受伤 全上海瘫的犯罪分子 都跟着歇业了 还太太乐了 连老太太都不来咱侦探社 不是还有咖啡馆吗 去端端咖啡 刷刷盘子 这这这这么多事可以干了吗 经济危机 这报纸上不都写着了吗 饭都吃不起了 谁还喝咖啡呀 我暂停营业了 所以我这也跟着做水 是吧 你看看就 天天给我灌水饱是吧 这特别时期特别对待 再说你身体不好 吃不得油腻的东西 你现在这个情况 只能吃清淡的 油这个吃就不错了 再说我们好久都没有下馆子了 走 去哪儿 咱出去吃 想点什么点什么 我还花不起这点钱 你太够意思了 飞姐 一起吧 就不玩了 不玩了 咱下馆子去 刚好我今天在来的路上 收了这张折扣单 今天日料店大筹兵 要不咱们去这儿吃 三田日料店 这家店飞姐不是经常去吗 对 但是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们家会打折 生意不景气吧 我们就去这儿好好吃一顿 刚好我肚子都快饿扁了 走了 这老板都还贪着呢 把他给忘了 这老板都还贪着呢 把他给忘了 那也没办法呀 只能咱们自己去了 走啊 张天 我会给你打包一份 带回来的 好好躺着 尽量用清淡一点啊 要不对我病情不好 但是 就网上 好 不错啊 还得拖鞋啊 我要版啦 太麻烦了 天哪 走 三连先生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都想坐 随便吧 都行 这还真不景气啊 三连先生今天亲自招待客人 服务员呢 他病了 明天早上打电话过来说 晚上要晚一点才能上班 你慢慢看 三连 谢谢 今天的 赤诗和生意片得以于会 我要一份生意片 然后再帮我来个茶泡饭 再帮我来个月子烧 你吃这么多呀 我愿意 你吃得太多了 给我来一份 拉面吧 再来一瓶这个 梅子酒 梅子酒 谢谢 还谢谢一份 谢谢 这么长时间没有来了 您还记得这么清楚 果然是熟客啊 你怎么会说 我也会说 这大晚上的戴毛巾 看得清吗 不懂了吧 现在啊 真正的时髦 讲究的就是风度 看不看得清 不重要 我感觉你最近的眼睛 越来越不好使了 这哪是时髦啊 老板 家探长 大家管理 脱鞋 吃个东西 好嘞脱鞋 什么毛病 咽下来 这个三田啊 贾某也就几日未曾光临 这生意变得这么冷静 看来得多来呀 有什么新鲜的海货赶紧上点来 再来一户上好的清酒 你下得 去吧去吧 张公子 这太巧了这个 杨小姐 好 杨小姐 昨天晚上啊 我跟张公子才在凤七楼遇见 今儿又看见了你说这缘分 凤七楼 原来你昨天晚上失约是去那儿了 没有没有 是个误会 我是去查案子去了 你撒谎 你刚才还跟老板说侦探社没有案子查了呢 你这一会儿改口了 是没人报案 这案子是我自个儿撞见的 我昨天晚上在大街上溜达 然后就碰见一伙那个小流氓 我就跟他们起了冲突了 我就一路追他们跑 追着追着就进了那个 缝隙楼了 对吧 对对对 是去查案啊 昨天我看见张公子的时候 她正在跟三四个姑娘询问情况呢 姑娘 还三四个 张天笑 你越来越长本事了 是 我是去凤七楼了 还扎姑娘堆里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 张公子 我是不是哪句话说错 滚 看我干吗 不打算去追追 追吗 不追也行吧 还是追吧 小咖 你跑哪儿出来啊 又跑哪儿出来啊 刚才的两位客人呢 没事 他们待会儿可能就回来了 请 谢谢 吃了这么多日料店 还是您这儿的最地道了 谢谢 记得姚小姐说过 您有亲戚在日本 好开一道 好开一道 我记得在那儿有一种特别鲜美的鱼 很好吃 但是现在 想不起来它叫什么 但是口感非常不错 是啊 我记得那里的海产品 很多很多 是记不清除的 对了 正好我的亲戚从日本到中国来 我托他们带了一些海产品过来 不要留着自己吃的 姚小姐 哪一天回去 尝尝先 那就多谢了 姚小姐 最近是在酒店 还是有多有幸 您费心了 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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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我这病还没好 手有点倒 对不起 干 交情过 对不起 对不起 最后续 把日本带来的海产品 你拿过来 再出差处 我眼睛好看 有限制 需要点一下 没关系 小咖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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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看来是老天看我不顺眼哪 上手生气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也敢不敢造次 我就顺了老天爷的心意 离开着人世间 离开着滚滚红尘吧 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 三 二 一 等等 看来老天爷还是不收我呀 你傻啊 哪有什么老天爷 还生气呢 我都找你找半天了 你这么会演 你怎么不去当演员啊 这样 明天 明天我带你去那个 金门大饭店 什么高地点什么 每次道歉都请我吃饭 一点诚意都没有 谁叫你嘴馋呢 那金门大饭店 这次不准失约了 一言为定 走吧 点的东西都凉了 还不是因为你 如果不是你惹我生气 不早就吃上了吗 还好啦 三瓶啊 菜做得不错啊 全上来了 回来了 开动吧 好吃 尝尝这个玉子烧 你点的 好好吃 好好吃 好吃吧 下次还来啊 你吃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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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怎么停电了 老板 怎么回事 这电停了咋喝酒啊 你吃饭店 三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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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啊 诸位 三天死得太蹊跷了 在死因没有查明白之前 谁也不准离开这个日料店 包括我 店长在哪儿啊 这 这是什么呀 这应该是一个机关 机关 看来这是一起谋杀 好伤 刀口 手不伸 没有各道动脉 不是致命伤 胸气应该是 刀面锋利的戾气 而且 是远距离投射 菲姐 你是怎么能确定 它是远距离呢 这种程度的伤口 如果是近距离割喉 那么血液会呈喷溅状 溅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可是我们的身上都没有血 我发现 伤口的附近 有细人的味道 是精化物 现在基本可以断定 胸气上抹了精化物 三田先生是中毒身亡 凶手在胸气上 抹了剧毒 那它是为了一击致命吗 如果我们现在找凶器的话 应该还是来得及呢 精彩 不过姚小姐 你又不是我们寻补房的人 刚才怎么能擅自验尸呢 我是侦探 刚才断电的时候 姚小姐也在这屋里啊 所以说也应该算是嫌疑人 嫌疑人擅自动尸体 出了岔子算谁的 我 我 算我的 张公子 寻补房在查的案子 您就别掺和了行吗 你们寻补房的案子 哪一个不是我们侦探社查出来的 侦探社的人在 还轮得着你说话 张公子 这 于情 咱们都是老熟人了 可是于理 查案是贾某的责任 寻思枉法的事情 贾某是干不出来的 为了真相 都有德子多多包涵 我刚才仔细地观察了房子里 所有的窗户 完好不损 同时 大门也是紧闭 所以我也在想啊 这个凶手有没有可能 杀了三田之后 趁黑我们没人注意的时候 已经悄悄地 从这扇大门出去了 同时 再把大门关上 老贾呀 今天晚上月光明亮 停电期间要是有人 进出这个房间的话 大家都能看得到 况且 听到了吧 风铃就没响过 说明没有人进来 有道理 所以 依我的判断 凶手 就在咱们这些人当中 刚才 我跟着这位店员 去检查了一下店闸 我发现 店闸被人动过手脚 有人做了装置 制造停电 借机杀人 装置 什么装置 鱼线 鱼线 对 一头绑着店员开关 另外一头绑着石块 石块的下面是一块冰 冰块融化 会带动石头下沉 拉动鱼线 从而 拉断电掌 我刚才算了一下 冰块融化的时间 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 凶手很有可能是在一个小时之内 将装置放在了电闸附近 为了缩小嫌疑范围 你们每个人都要告诉我 你们从进入这个房间都做了些什么 对 从你开始 张公子你开什么玩笑 这怎么可能是身为探长的贾某呢 这怎么可能是身为探长的贾某呢 你出去过吗 是 半个小时以前我在走廊上看到一个 形色匆匆的人的背影 从发型和衣着来看 不难认得那个人就是你 你出去干什么了 我不想说羞涩 哎呀 我出去还能干吗呀 吃坏了肚子上厕所 我走得急 那不是因为 憋不住了吗 非得问 谁能给你证明啊 不 这 上厕所怎么证明啊 好 既然没有人给你证明 那就说明在停电之前 你很有可能 靠近了电闸开关 动了装置 张公子 你 你别老追着我问行吗 那我倒是想问问姚小姐 既然你看见我在外面 那你出去干什么去了 天笑和小咖闹矛盾了 我出去找他们俩了 有人给你证明吗 没人 咱俩丑行吗 咱俩丑行吗 还有刚才张公子跟小哈小姐 都在外面 难道就没有下手的机会吗 我们两个怎么可能下手啊 这是张公子自己说的嘛 如果没有人能证明的话 那都有可能是嫌疑犯 对不对 既然凶手是远距离投射 我们为什么先不把凶器给找到 也有可能会发现别的线索 找 凶器 找到了 给我看看 这个刀刃和伤口 完全吻合 这个刀刃和伤口 完全吻合 没错 这个飞镖上也有淡淡的 苦性仁的味道 尸体上 也有精华物中毒的迹象 所以基本上可以断定 这个被下了毒的飞镖 就是杀害三田先生的凶器 这飞镖 怎么有点眼熟啊 我印象要没错的话 姚小姐 这飞镖应该是你的吧 飞姐 这个飞镖确实跟你的那个 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在上海这种飞镖很少见 不会这么巧吧 这不是我的飞镖 不是你的 是谁的呀 而且姚小姐 之前吃饭的时候 姚小姐的位置 离三田是最近的 姚小姐 你身手不凡 而且扔飞镖的技术 也十分高超 我想 在黑暗中 用你随身携带的飞镖杀人 应该就像是徒手捏死一只蚂 也那么简单吧 姚小姐要是不承认的话 那贾谋只好亲自动手 搜一搜姚小姐身上的飞镖 就还在不在 住手 飞姐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嘛 我来搜 去 我今天出门就没有带飞镖了 不会那么巧吧 姚小姐 刚好你没有带飞镖 而现场就出现了 跟你的飞镖一模一样的凶器 贾探长 你的推理从来都是这么的 简单粗暴 不讲求事实证据的吗 是吗 姚小姐 这还不叫证据吗 不管怎么说 你的嫌疑很大 请你跟我一起回寻补房 坐一坐 请 我看今天谁敢动飞镜 张鼎子 你这是干吗呀 贾目也是秉公办事 我呢 也就是请姚小姐 跟我一起回寻补房 审一审 她要是无辜的 很快我把她放出来不就完了 飞姐是你想怀疑就怀疑 想审就审的嘛 我们俩在一块儿 共事那么长时间 她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啊 再说了 先不说那飞镖是不是飞姐 就算真是飞姐的 那也是被凶手偷来杀人的 我说你这脑子 一直都这么拎不清 怪我都混了这么长时间 还是个雄药 对对对 张公子说得都对啊 贾某确实应该 多向张局长学习学习 那这样 我就在这里 当着张公子你的面 有质疑的情况 问一问姚小姐 这总可以吧 好吧 你想问什么 就在这儿问吧 姚小姐 之前在店里 你跟三田先生聊了那么久 而且还说了日语 请问 你们之间聊了些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情 飞姐 你还会说日语呢 等等 飞姐什么时候跟三田先生 用日语聊天了 我怎么不知道 这个 张公子 这不是你跟小咖小姐 离开座位 出去期间发生的事情吗 我想 要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们二位为什么用一般人 听不懂的日语交流呢 还有 你跟三田先生 好像很熟悉吗 我在美国的时候 学过几种语言 我除了会说日语 还会说德语 法语 至于三田先生 我之前就是这里的常客 跟他认识也很正常吧 我们今天无非也是聊了聊 关于日本料理材料的问题 因为我发现今天的食材 它有那么一点点不新鲜 这没什么错吧 空口无凭哦 还有 即便真如你所说 也洗清不了 你用飞镖杀人的嫌疑吧 这 这只飞镖 好像是我们老板的 什么 是 我虽然刚来这儿 可是我确实看见老板 随身携带这只飞镖 没事的时候 他还拿出来玩两下 你是说 这是三田的飞镖 跟姚小姐的 一模一样 老贾呀 这不就结了吗 飞姐 你们会讲日语的人 品位都很一致啊 连玩的飞镖都长得 没什么差别 这在日本 是很常见的一种飞镖 小探长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给你弄我来一大把 送你娃娃 不 我听老板说 就这只飞镖 是专门制作的 平时任何人都不让碰 当当 你确定 这是三田随身的飞镖 确定 能够弄到三田随身飞镖的人 首先要知道 他有这个飞镖 才能轻易从他身边偷走 所以说 凶手 应该是三田身边的人 依我看 能够知道飞镖的地方 还能轻易偷走的人 就是你吧 不 不是我 我记得前不久 你因为自己笨手笨脚 才被三田先生骂 对不对 还有 看你这样子 在这儿打工也不容易 是因为老板 平时对你冷言冷语 外加当众嘲讽呢 还是说老板拖欠你薪水 又或者说 你有什么把柄在老板的手里 所以你怀恨在心一气之下 将去杀害 没有没有没有 说 为什么杀他 不是 不是 不是我杀他 我什么都没干 是 我平时是笨手笨脚的 总是惹老板生气 可是除此之外 老板对我都很好 我没有理由去杀他呀 况且 如果我是凶手的话 我又怎么可能主动地指出 这只飞镖是老板的 来引火上身呢 再说老板死的时候 这屋里一片漆黑 我什么都看不见 怎么可能在黑暗中杀人哪 也逗不你 没错 如果是在看得见的情况下 扔飞镖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在黑暗中扔飞镖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除非他在黑暗中 也能看到他自己的目标 没错 正常的情况下 人的眼睛在黑暗中 总要适应一段时间对吧 所以说 凶手之所以能够在黑暗中 快速行凶 那只能说明 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 在黑暗中的环境 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你赶紧说 我终于知道 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刚才 贾某只是在声东及西而已 真正的凶手 就是他 是 刚进来的时候 我就留意你了 独自一个人坐在里间 鬼鬼祟祟 行几可疑 在室内你还戴着墨镜 但行为举止 又并非是盲人 你在里面总是东张西网 心不在用 还时不时地总看手表 可见你十分关注时间 像是在等待什么发生一样 你一定是在进来之前 就趁人不注意 在电闸处设置好了装置 并且时刻等待着 电闸处冰块的融化 重物落下 拉断电闸 是 由于你 一直戴着墨镜 所以你眼睛 早就适应了黑暗 加之 你时刻关注着 三田先生的动向 所以在断电的一瞬间 你能够清晰地知道 三田先生的位置 这时候 你再迅速地掏出 从三田先生那儿偷懒 并且已经抹上 毒药的灰镖 射了出去 结果如我们所见 最后 你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跟我们一起欣赏 你自己的杰作 杀手先生 现在 你可以摘掉自己的墨镜了吗 分析得太精彩了 这样的杀人方法 连我都没有想到 不过很可惜 这不是我的风格 如果我要杀人 根本用不着断电 更不会在现场 留下这么多破绽和线索 一点都不利索 少谈将顾总悬讯 说你是谁 你 你是传言中上海有名的独眼杀手 人称 小梅花 我爱这么多倾气 我也不知道 左上 太多人 你自己的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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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这点 黑白不清的年代是非昏暖 你隐藏的真假该怎么判断 看不清你 看不清你 我忘记不了 让我忘掉 让我忘掉 忘记不了 让我忘记不了 让我忘掉 让我忘掉 忘记不了 忘不了这一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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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长夜里灰暖暖 我忘记得梦本笑 香蕾变成多 咽把咖啡回头 没墙上不要 晚上一杯 留不着我拍的窗外 只得一转将 留住半步 流轮着过去 还在我心里徘徊 你们猜我还是有些犹豫 见不住啊 我的过去一个人 所以 香蕾变成多 咖啡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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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及 请不吝点赞 zona 二转发 吩咖啡回头 咖啡回头 咖啡回头